双溪大年是马来西亚吉塔州最大的工业城 最近全球第110家禁思书宣 要在当地开幕了 希望将茶香 书香还有人文香 带进这个朴实的工业城 全球第110家禁思书宣 在马来西亚双溪大年开幕 启用仪式 简单 庄严 在我们这边双溪大年 很少有一个地方 可以给我们感觉到说 可以让我们的心灵真正的沉淀下来 书宣他真的是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角色 双溪大年的书宣 2014年动土 隔年展开工程建设 从硬体结构到室内设计 庄永明全程参与 如今看着书宣落成 感触格外深刻 我会感恩因为 我们大家都能够用团体的精神 而始终是姐妹的一起来共同付出 我们可以借饮更加多的大德 也是来响应我们这些书香 茶香 德香 禁思书宣落成启用后 在双溪大年将发挥社区客厅的功能 也让更多民众认识刺激 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